巴西日前受到了中共病毒疫情的重創 然而 巴西聯邦眾議員馬丁斯 25日在推特公布了一份中共大使館的信件 內容是中共駐巴西大使館5月13日 發函給了巴西眾議院的外交警告 信件要求巴西國會提醒並約束院內議員 不可以對中國臺灣領導人蔡英文520就職 發出賀電或是任何相關發言 馬丁斯曝光信件的同時還在推特寫道說 這是一種冒犯 對方 也就是中共 說我們連祝賀總統都不可以 所以即使我遲到了 我也要祝賀 蔡英文總統就職 信件曝光了之後 引起了巴西網友的眾諾 巴西網友紛紛在推特上祝賀蔡總統就職 向臺灣的民主致意 那麼viva臺灣 也就是臺灣萬歲等這些關鍵字 還一度成為了巴西推特的熱搜的第一名 這個問題呢 秦莫先生您覺得就是說 中共和巴西的這個關係 過去是一向非常友好的 而且雙方還都是金磚五國的這個主要的成員 而且是全面的戰略夥伴 但是這一次就是說在疫情之下 還有這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就職 這一腳可以看出巴西從民眾到官員 其實是都對中共的這個施壓是非常敏感的 而且就是說中共和巴西的這個關係 是不是有挽回的餘地呢 我覺得其實中共和巴西的關係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了 回不去了 跟英國一樣 跟英國一樣 其實跟大部分的國家應該都回不到從前了 因為對於巴西來講事實上它是有兩個原因 它除了這一次這個疫情 它之間還有跟中共的戰狼外交還是有關係的 那麼從疫情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疫情現在實際上是 巴西現在是新增這種病例最快的這個國家 現在是全球第二高了已經 那麼它現在是39萬 對吧 僅次於現在是美國 而且呢是到27號 它是已經連續五天是新增的這種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那麼對巴西的打擊事實上毫無疑問是非常沉重的 非常大 對 那麼除了這個就是疫情這個之外呢 我們看到對巴西來講它這裡邊還有中共的一個戰狼外交 在3月18號的時候就是當時的巴西總統 他的兒子叫做埃德華多 他呢在推特上發了一條推文 他是講說這個叫做中國病毒 這是中國的錯 他是講說這樣指責中共去掩蓋導致全球的一個蔓延 他還講呢說是這個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還有一個姓名 就前面有一個姓是叫做中國共產黨 那麼這個呢事實上就後來引起了這個中共駐巴西大使的這個楊萬明的一個這種強烈的一個反擊 怎麼反擊呢 那他就要這個埃德華多道歉 然後呢讓這個巴西外交部 然後還有這個中醫院就提出抗議等等的這樣子 然後回頭呢他還更狠 他呢就是轉發了一條推文叫做呢是 勃索納羅加毒是這個國家的劇毒 他轉發了一條就是別人的一個推文 那這個相當於直接去攻擊這個就是巴西的總統 還有他的這個相當兒子了對吧 這個實際上是在巴西也引起了一個軒然大波 所以我們看到當時是巴西的外交部長 他呢也是對此進行抗議 然後他說這個中國大使呢認同並傳播對巴西國家首腦的惡意推文 他是不可接受的他就要求他進行刪除 但是呢就是中共呢實際上後來把這條推文他給刪了 刪了同時呢但是呢又後來又在這個外交上來講 在這個口氣上來講並沒有放下來 中共這個就巴西使館呢後來又連發了這個幾條推文 他說呢是埃德華多的說法是荒謬偏見不負責任的 還說呢是總統父子從這個美國回來之後呢 是感染了精神病毒毒害了兩國人民的這樣的友誼 那麼相當於直接就是在攻擊這個巴西總統這個父子 然後就相當於是直接結仇了我覺得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我覺得這兩國關係的話 就是不可能再去回到從前了 其實剛才說到這個就是說外交官的這個事情啊 也想就是說有網友在調侃 說他們不敢對中共的領導人進行這樣的一些言論 但是敢對國外的一些領導人進行這樣的諷刺和就是說謾罵 對他要在中國的話他對中共的領導人感覺說是這樣的話 來講的話我覺得可能他不想幹了 甚至這個家族可能就會遭殃 但是說到現在這個香港版的這個國安法 就是說你如果有這樣的言論你可能就會被定罪 對那可能就是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對吧 或者其他一個反對一個罪名就叫做反對領袖 但是他可能是以國家或者什麼名義去辦他 所以說現在中共好像是有這些不同的標準來對付不同的人 對他對外對內對外一定是一個雙重標準 大紀元時報遍布全球 不受財團 政黨影響 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 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預角於樂 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定報專線 0800-566-688